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近日公布了 今年7月到8月间抽检 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结果 发现其中仅有近百件农产品 使用多种不得检出农药 以及许多不符使用规定 超出标准范围的农药残留 除传统菜市场 被点名使用有毒蔬菜的 还有知名量饭超市及连锁火锅店 目前是掌握到只有青江菜 本次被检出农药残留的蔬果 遍及全台 包括基隆 台北 新北 宜兰 桃源 台中 高雄 屏东等县市 7到8月抽的样本 11月才公布 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做法 令岛内民众愤怒情绪高涨 不少网友痛斥民进党当局 马后炮不把关 老百姓都吃下肚了才公布 永远慢半拍 后续处理也不痛不痒 非常担心啊 大家穷着只剩下吃这件事情而已 那所以我想大家还是要有点良心了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你这样 我也记得小孩啊 也是爱吃了呢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在家里边 也有募集材 去赝富的